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即使每天被抓弄 西片的智商也没有见长啊 这天他看了有关催眠的电视节目 学着把里面的道具做了出来 但觉得那就只是表演 所以并没有找人事 然后下一秒刚不就自告奋勇 当他的白老鼠 既然对方亲自送上门 西片就骨血试了一下 你现在在海底 摇着摇着 变得很困倦 这 这反应不就是成功了吗 可是对方是高木 担心是被抓弄 西片先小心翼翼的试探 说西片是天才 西片是天才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让他做什么都做 趁这个机会 当然是要让高木出洋相哦 挖一下鼻孔吧 眼看高木真的要照做了 西片就忽然良心发现要制止高木 结果 原来高木一直都是清醒的 被睡眠都是装的 西片就一直被狠狠地耍了 尽管如此 西片依旧再接再厉 在回家的路上 假装邀请高木去河边乘凉 实则是要用打水票和他一决胜负 想只用打水票来学胜负吗 西片的计划再次胎死附中啊 看脸就能知道对方的想法 高木还真的有当算命老的潜质啊 如果真的那么想赢我 愿意牵手的话就算你赢哦 不 我打水票就能赢你了 于是他们还是来到了河边 西片还仔细地挑选了石头 这次胜利他势在必得 你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啊 大概15次吧 只有这种水平吗 这番话让西片动摇了 毕竟15次也是吹的 实际只有10次 但管不了那么多 只能创造出新的街路才行 要是能丢出那么多次就好了 但是我一般只有3次左右 啊 西片是0次吗 这明显是故意的 西片不符要再来一次 这次他不会再被话数影响了 现在不仅打水票输了 他搞到浑身吃透 真是得不偿失啊 刚刚手牵到了吧 没 没有这种事 没有吗 那就不能算西片赢咯 大好的胜了机会 也被西片硬生生地放走了 不过对高木来说 西片已经赢了 转眼到了冬天 路上的鸡水都结成了冰块 西片看到了手就痒 好想带一点走啊 高木看穿了他的想法 主动提出比赛把冰带到校门前 冰块大的人赢 西片立刻就同意了 并拿了比高木大好几倍的冰块 他从小就喜欢拿这种冰块 手指不会因为冻僵而把冰放开 这个比赛对他来说有刃有余啊 西片拿着一大块冰就高兴起来 跟小学生一样耶 我才没有高兴 千军与法治地西片成功接住冰块 差点就中计了 西片也立刻变得小心起来 啊 对了 顾家要为赢家暖手哦 终究还是拍给了花鼠啊 不过西片还是拒绝了暖手这个惩罚 高木也给出了让步 只是跟他拿了暖暖包 也太不争气啦 难怪情人节也没有说到巧克力啊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平常心 但打开鞋柜那一刻 他还是很明显的失望了 之后上课也一直心不在焉 不停偷看高木 甚至还在接对方橡皮擦的时候 想着他会趁机给他巧克力 一直到放学都没有等到高木的表示 居然美奈送全班的巧克力也没有拿到 被老师无情地收走了 但他还是安慰自己 至少情人节没有被抓弄了 来啊 那个心心念念的巧克力啊 是巧克力哦 啊 肯定是牧村他们的恶作剧啦 不是哦 我知道是谁放进去的 那个人现在离你很近 你觉得是谁放的呢 这么明显的暗示 西片还是嘴硬不愿意说出来 但竟是自己猜错了会尴尬 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哦 情人节啊 没错 来 给你巧克力 这边的是一瓶巧克力哦 那这个是 诶 不要猜了 直接原地在一起吧 之后西片终于主动一次 再假期时约高木出来 但那都是为了在愚人节这天捉弄他 骗他说零食店促销 其实根本没有 这样就能看到他落败牙口无人的样子了 结果牙口无人的是自己啊 这个看起来很难吃 其实很好吃哦 这包装看起来就不像是会好吃啊 西片端顶高木就是在撒谎 但他还是听他的话买了 就为了坑高木吃 我没想到是好吃的 高木没有骗他 但他还是不放弃 正在愚人节骗高木 于是就骗他说喜欢的乒乓卖完了 赶了一秒就被揭穿了 别说谎了 你的谎言一眼就能看穿 普通的聊天吧 难得两个人在一起 总之现在岂不能说谎 我先来吧 被你邀请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哦 那你有对我害羞过吗 看这高木那么真诚的表情 西片也不好说谎 只能诚实地承认了 那生长二年级 你有想跟我同班吗 哦 又不会换班了 之前找没有这次团厅老师说 为了学生会增加一个班级 到时候会换班吧 换班对西片来说无疑是好事啊 这样就不用每天被抓弄了 不用坐俯卧车 还能专心上课 但想着坐在旁边的不是高木 心里有点失落啊 想和我分到同一个班级吗 啊 这 那 那个 嗯 我们是同一个班哦 换班是三年级的事情 就被耍啦 但这次西片反而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西片反而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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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主角想要的 当然就会实现啦 升上二年级 西片果然还是来高木师凌作啊 不过当初的小屁孩已经是学长了 所以西片很有信心 被单方面的抓弄会到此为止 首先第一步 就要从改称呼开始 当初俊伟称呼被戏弄过 他本来想要直接叫 TAKAGI不要加赏 给他施加压力 殊不知被高木三言两语搞得怂了 根本说不出口 反而高木叫得得心应手 所以今天 还要一雪前十 啊 早安啦 西片 早安 TAKAGI-SAN 咦 啊 你这口感没有转过来啊 不过很快西片就进入了他的装飞模式 既然现在已经是学长了 就不要再捉弄什么的 要跟孩子气的行为说拜拜 但毕竟是高木同学 还是会有忍不住的时候吧 我看你还是以我这个百分百学长为榜样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中二病啊 但高木还是很给面子来配合他的演出 甚至演起了学妹来测试他这个学长 西片学长有喜欢的人吗 这是什么问题啊 如果不回答的像个学长就输咯 就在西片纠结的时候 他猛然想起了百分百大量的剧情 于是决定照搬 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吧 哦 真是的 别撞得像一个大人咯 学长一年级的时候 也不想被当做小孩吧 那种过去的事 我早就忘了 学长总是这样岔开话题 一毕业就要去纽约 是骗人的吧 这么遥远的事 我可不知道 诶 等一下 这不就是百分百大量的剧情吗 接下来的情节可不得了哦 结 结束 是什么意思啊西片学长 你不好好解释 我可不原谅你哟 学长 二年级的第一天 一如既往的被高木做弄啊 接下来大概也不会改变了 就算是和高木比自己信心十足的掰手腕 结果也一样 照这架势是你根本是信手拈来的事 SKY 西片却因为意识到自己变强 在得意的时候大意输给了高木 不服输的他决定再来一次 这次他不会大意了 今天牵手回家吧 看来西片不只自伤 意志力也得提升啊 而升上了二年级 大家多乐了终于展示自己是大人 西片当然也不例外 在选择饮料的时候 就选了咖啡 被我的成熟说正事后 就不许再捉弄我了哦 不仅苦味道还重啊 但绝对不能说 真好喝啊 这种提升的感觉太棒了 是吗 那你要不要喝一口哈密瓜汁水啊 那看你这么好心 我就来一口吧 这是间接接吻哦 那我 还是继续享受咖啡的余韵吧 妈 就算你喝咖啡 也不代表大人一样哦 而且就算你有 我也会继续抓弄你的 果然者就被看穿了 咖啡也白喝啦 之后他们也继续着 这种小孩子之间的捉弄 诶 今天没骑自行车吗 今天想和西片 首先是要拒绝笑就没骑哦 你是在这么想吗 这 这 才没有 一大早就被捉弄 让西片很吃不爽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方法反击 要是我猜中 你为什么不骑自行车就算我赢 如何 其实前一天 干部就在回家路上说刹车失灵 原因显然就是这个 但他还是不管大意 决定多观察高木的行为再说 这次他们换了条和平时不一样的路去上学 图中有阶梯 还有跳飞机的涂鸦 这些都可能成为高木不及自行车的理由 我觉得这次突出不公平 为什么呢 就算猜对了 你也可能说谎啊 放心 我不会对你说谎的 那我说答案咯 比如是刹车失灵 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但西片看出来了 这都是高木要将他的注意力 从刹车上引开而做的 错咯 正确答案是 我想看猜我为什么不骑自行车 而反而得步行的西片 这个原因根本不可能猜出来啊 树莹早就成了定局了 真可惜啊 我还准备了两个答案呢 哦 那另一个答案呢 我一开始就说过咯 可惜迟钝的西片根本不可能想起来 西片 你要争气啊